中国大陆现在流行拍抗日题材的影视剧 仅仅2012年就拍了超过200部 一些扮演鬼子兵的临时演员一天最多死31次 而这些抗日剧的极端剧情也引来各界争议 大陆电影的主要取景地河北恒店 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最多的身影是日本鬼子和抗日英雄 这些拍摄的影视剧大多是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杜撰 但却一步接一步拍得热火朝天 做电视的人会觉得只要是做抗日剧 就会赢得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掌声 他们会喜欢这样的题材 朱大可认为拍抗日题材的另一个原因 是很容易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查 抗日剧泛滥的一个最表面现象是一些群众演员 一天要死很多次 像专门扮演日本兵的史中棚 他最高的记录是一天死31次 通常一天死七八次不成问题 夸张的剧情观众们认可吗 今日人们议论最多的内容 莫过于一名导演要求日本演员 种月薄龙 在雪地里拍摄强奸一名中国村妇的镜头 日本演员抱怨天太冷了 裤子还没脱屁股就冻僵了 但为了塑造导演要求的日本鬼子形象 他还是照做了 对于这种现象 有网友认为不去捍卫国土 反而在国内说事很恶心 有网友说 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不可更改 但我们要正视历史 不该篡改历史 新唐记者任好综合报道 是明镜需要很恶心的地区 判断 判断